大家好,这里是大石头解说,我是段小宇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小伙帮老鹰守护小鹰 在他遭受冷冬的时候,尽得老鹰生命相救的定义 一千年前,因地球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不适合人类生存 于是,人类组建联合游骑兵,决定放弃那已生存的地球 全球联合起来,举起一场军事行动,地球大撤离 游骑兵带领大家到了新家园,守新星,安家乐户 但是守新星不只有人类,还有外星人 外星人放出了怪兽扼杀,扼杀专门来杀死人类 扼杀没有视力,根据人类恐惧的情绪来定为人类 人类再一次面临灭绝的危险 关键时刻,游骑兵的最高指挥官大黑找到了应对的方法 他完全不会恐惧,怪兽定位不到他 在怪兽面前是隐形的 这种人被称为鬼影 他带领人类打败了怪兽,建立了新家园 但是大黑由于常年在外执行任务 很少陪伴家人 和而知小黑之间有很深的隔阂 而在当年的战争中 小黑亲眼目睹姐姐为了救自己而被怪兽杀死 所以小黑也拼命努力着想成为游骑兵 上战场杀怪兽 这一天是小黑成为游骑兵的考核 小黑很努力,成绩也很优秀 但是考官拒绝了小黑成为游骑兵 小黑失望至极 晚上,大黑任务结束回到家里 一家人在一起吃饭 小黑告诉大黑,没有通过游骑兵考试 大黑非但没有安慰小黑 反而拿出部队那一套应对小黑 最后一顿饭吃得不欢而散 饭后,大黑妻子告诉大黑 小黑一直想拿紧和父亲的关系 而大黑一直不理解小黑 大黑为了缓和复制关系 决定这事去执行任务时带上小黑 小黑听得既惊讶又兴奋 到了大黑归顿那天 大黑带小黑一起上了飞船 小黑好奇地在飞船里走来走去 走到了一个禁区 被一位士兵制止了 但由于小黑是大黑的儿子 飞船上的士兵们都对小黑很友好 并且告诉小黑 禁军里面有怪兽扼杀 士兵们怂恿小黑去摸一下怪兽 小黑缓缓走向怪兽 脑海中不时浮现 姐姐被怪兽杀死的画面 他感到极度恐惧 突然怪兽动了一下 小黑吓得连连后退 在小黑惊魂未定时 大黑命令所有士兵进入战斗状态 仿佛出现了什么紧急的事 大黑凭着多年的战斗经验 发现飞船遇到了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一的离止大膨胀 离止大膨胀会引起风暴 导致飞船失去动力 大黑决定穿越虫洞 去往利西亚着陆 但在穿越虫洞时遇到了问题 只能迫降在最近的星球上 该星球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 大黑现在别无选择 只能继续落在这个星球上 降落时机舱受损破裂 有人被甩飞出去 大黑小黑也相继昏迷过去 当小黑从昏迷中醒过来时 幸运的是小黑没有受伤 小黑发现飞船严重受损 只有大黑还活着 但大黑也受了重伤 昏迷不醒 小黑没有经验 不知道怎么办 只能等大黑醒来 大黑醒来时 问小黑怪兽还在不在飞船 小黑告诉大黑 怪兽在飞机尾舱 而尾舱在降落时和机舱拖离了 大黑要小黑去搜索飞船 找到紧急信标机 向宇宙发求救信号 但是信标机坏了 无法发出信号 大黑想起来 飞船尾部还有一个信标机 但由于大黑受了重伤 两条腿都断了 无法行动 只能让小黑去飞船尾部 找寻信标机 飞船尾部降落在 离这里100公里左右的地方 大黑认真地嘱咐小黑 一定要小心 这个星球是人类成见的家园地球 地球上现在的生物都进化到 足以杀死人类 怪兽扼杀也有可能还活着 小黑服用了一瓶生存所需的呼吸液 带了五瓶呼吸液和通讯装备 大黑通过通讯设备能实时监控 小黑的身体状态和周围的环境 及时给小黑正确地知道 就像大黑在小黑身边一样 小黑怀着忐忑的心情出发了 不知道他将面对什么未知的危险 小黑走出飞船 缓缓地爬上了山顶 到山顶后 小黑看到了极度震撼的场面 体型巨大的牛成群结队 空中飞舞着数不清的鸟 大黑也通过通讯设备 看到了这些场景 于是大黑利用飞船发射了一些远程探测器 想更进一步地了解现在的地球 并且可以和小黑多一种联系方式 大黑通过远程探测器 检测到地球现在温差变化很大 晚上基本处于冰冻状态 只有一些高温地区和地热点能晚上住人 大黑把这些资料都告诉了小黑 小黑晚上必须要到达这些地热点才行 此时的小黑正走在一片森林里面 森林的环境错终复杂 有一只沸沸来到了小黑旁边 大黑要小黑不要乱动 但极度紧张的小黑不停劝住 捡起地上的石头扔向了沸沸 持取激怒了沸沸 瞬间从周围来了一群沸沸 小黑吓得莫荒而逃 沸沸们紧追不舍 小黑上穿下跳 碾滚带爬 跑到河边跳进水里 沸沸不敢下水 小黑躲过一劫 惊魂未定的小黑继续逃跑 突然他有点头晕 发现救生衣变成白色 大黑也发现了小黑的异常 让小黑检查一下身体 小黑这才发现 手背上有一只虫子 小黑中毒了变得虚弱 从未参加过战斗的小黑 不知道该怎么办 经验丰富的大黑要小黑打开急救箱 按照顺序给自己注射解毒液 小黑听虫父亲的话 拿起解毒液 慢慢扎向自己的心脏 但毒液使小黑的手失去知觉 小黑只能用身体把解毒液压在地上 终于成功将解毒液注射到身体里 但小黑也昏了过去 时间缓缓过去 地球温度每分钟都在往下降 小黑还不见醒来 大黑心急如焚 一直叫着小黑 终于小黑缓缓醒了过来 身体也恢复正常了 但是离天黑不远了 地球将处于冰冻状态 小黑必须要在50分钟内 跑到10公里以外的地热区 小黑立即跑了起来 终于跑到了指定位置 到达了高温区 此时外面都处于冰冻状态了 大黑立即要小黑检查呼吸液 小黑发现 呼吸液破了两瓶 但是他骗大黑还有四瓶 大黑听到后 落有所思 晚上小黑睡不着 跟大黑聊天 说起大黑第一次做鬼影的事 大黑说起当时的经历 大黑也是在和怪兽搏斗时 生死之间忘掉了恐惧 成为鬼影的 大黑说 恐惧只是我们想象出来的 并不是真实的 危险是真实存在的 但恐惧只是一种选择 小黑听后 心中有了一些想法 便慢慢睡去了 第二天小黑继续出发 沿着溪水走到了悬崖边上 已经没有路了 大黑发现 小黑的呼吸液只用两瓶了 不够继续支撑小黑到达飞机尾舱 大黑命令小黑终止任务 返回机舱 但小黑想起了姐姐被杀的场景 不想再像那时一样懦弱 和父亲起来争执 不愿意终止任务 决定继续走下去 突然他跳下了悬崖 救生衣体现出了作用 小黑开始一装飞行 这时 大黑通过监控发现 有一只巨大的脑鹰跟在小黑后面 小黑开始拼命地逃亡 但天空毕竟是脑鹰的天下 小黑被脑鹰撞晕了过去 脑鹰把小黑抓到巢穴 小黑被脑鹰弄醒了 他正想出去 却发现有几只狮子 正往巢穴里走来 脑鹰正在和狮子搏斗 但有一只狮子走到了巢穴里 他利用地形优势打跑了狮子 却发现巢穴里的小脑鹰都死了 小黑沿着树杆来到了地面 看着脑鹰对着地上的小脑鹰尸体伤心地嚎叫 小黑赶紧离开 想联系大黑 但通讯设备已经损坏 小黑和大黑失去了联系 小黑没办法 只能继续行动 终于赶在天黑前跑到了一处高温山洞 逃过一劫的小黑来到岩浆旁 他现在只能独自面对这一切 他在墙上画出行动路线 计划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第二天 小黑从山洞出来 发现脑鹰一直跟着他 他没有在意 继续前行 在河边用树枝捉了一个简易的木筏 沿着河水漂流之下 小黑犹豫太累 在木筏上睡着了 他琢磨梦到了姐姐 姐姐正温柔地说着话 突然姐姐变成了恐怖的鬼脸 小黑瞬间下了 惊醒了 醒来后小黑发现 他处境很危险 周围都已经是冰天雪地 小黑努力地走到岸上 周围已经是冰冻状态 小黑犹豫太冷 听力不知 到底昏迷了 身上也结冰了 突然小黑身体被什么东西拖动 拖到一处未结冰的地方 被什么东西盖住了 不知过了多久 小黑缓缓醒来 发现自己没有被冻死 原来是老鹰救了他 老鹰用自己的身体盖住小黑 给了小黑温暖 老鹰却冻死了 动物也有暴温之心 小黑离开老鹰继续出发 这时呼吸液作用已经消失 他有点呼吸困难 他低下头咳嗽时 发现了一小块飞船碎片 原来他已经来到了飞船尾昌附近 小黑努力地爬上树顶 看到了飞船尾昌 赶了过去 第一时间找到呼吸也喝了下去 终于呼吸正常了 小黑缓缓缓收手尾昌 发现怪兽还活着恐惧极了 他通过尾昌的通讯设备 重新联系到了大黑 小黑找到了新标机 想发射信号 由于电离城有电质干扰 导致新标机发射不出信号 小黑气急败坏 开始乱炸东西 老大的大黑让小黑单膝跪地 小黑渐渐冷静了下来 大黑告诉小黑 只有去北边的山顶上 才能发射出信号 没办法 小黑只能向山顶进发 小黑拿着父亲给的刀 慢慢开路向前走 突然森林里安静了下来 小黑意识到危险 可能是怪兽在附近 迅速跑了起来 他跑到半山腰 拿出新标机 想发射信号 但还是不行 这时 大黑通过监控看到 怪兽正缓缓向小黑移动 小黑拿着刀躲了起来 突然怪兽从上面 向小黑扑了过来 把小黑打倒在地 小黑不敌 荒步折路掉到了水里 他浮出水面 沿着石头向上爬 怪兽从水里冲了出来 摇住了小黑的腿 小黑奋力地挣脱了 终于爬到了地面 怪兽也跟着往上爬 小黑一边恐惧地往回看 一边拿出新标机 想发射信号 突然怪兽冲过来 用爪子勾住了小黑 并把小黑甩了出去 小黑倒地不起 生死之间 小黑想起了被怪兽 杀死了姐姐 也想起了父亲说过 如何对付怪兽 他怒出了坚毅的神情 鼓起了莫大的勇气 这一刻 他忘掉了恐惧 怪兽定位不到小黑了 他从小黑身上 缓缓爬了过去 小黑站起来 拿起刀和怪兽打斗了起来 只见他借着石头 一跃而起 拿着两把刀 插入了怪兽后背 杀死了怪兽 经过这么多磨烂 小黑终于成功 发射出了求救信号 而小黑也成长为了 一名合格的战士 救援人员很快找到 并救出了他们 大黑红着眼眶 看着小黑 很是欣慰 缓缓近了个离 最后 小黑和大黑紧紧拥抱着了一起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以下几件事 坐飞机要系好安全带 重要的东西 要装在老一点的盒子里 还有保护地球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请原谅我的大手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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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